本节目由大家的三连及关注联合赞助播出 我没感受 我没感受 我知道他赢了 但是我没感受 我就已经我已经疯狂的在赶路了 但是那个车因为往高峰在堵 我们是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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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一场梦 不管醒不醒 还是一样很感动 由一种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视频 这都是夺冠后最美妙的画面 很高兴可以和大家竞争赛取夺冠的瞬间 哎哟 这桌子怎么空空的呢 要放点东西才行的哦 有个奖杯在这里哦 刚好可以放在这边了 还行吗 相信决赛前大多数人都是支持 但不太看好国电 毕竟硬实力放在那里嘛 不仅中烈欧美赛区解说民数 绝大部分都看好DK 而且从系列上的数据来看 除了MACO 其一选手就落后DK对位 那EDG到底赢在哪里呢 而故事 要从那只蝴蝶开始说起 更看好DK是常态 与T的世纪大战 达得LPL观众丧失信心 反映了他们拥有更稳定的发挥 与更丰富的战术储备 但如今 EDG实现了突破与反超 表面上看似不可思议 甚至略带玄学 但追本溯源 其实不过蝴蝶煽动了翅膀 EDG的地局就我们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MACO逃出了他的新招 就知道你会选我 听说袁三哥爱唱经验和眼识 我也会吧 时光的游走 成为了推动历史车轮的地一下翅膀 MACO甚至许秀的妖极是这种最大威胁 因此6级后的时光 几乎一直守在Scott身旁 有了时光大招 日子根本无所畏惧 而先锋团前的MACO 几乎吃掉妖极所有关键技能 许秀进入短暂的闲者模式 这时 杰四叔瞄准DK阵容脱节的一瞬间 阿三直接开团 而落下绝杀一笔的 是时光从阴影处跑出的两枚炸盖 那上野兄弟直接尬住 一滴君打出凌幻三完美先锋团 随后一鼓作气 稳扎稳打拿下手决 但S的冠军绝非持中物 面对国内的挑战 他们正面回应 以蚂蚱破妖极 以偷男线卡牌 一滴君在二三局的BP 不能说不尽人意 只能说一败涂地 其核心问题在于 容错率太低 妖极加刀妹的搭配十分吃个人能力 尤其在团战时面对蚂蚱都像在钢丝上裸奔 卡牌加杰斯的组合十分吃进攻节奏 但偏偏国电能放都放 能导致节奏提前断档 一滴君并不是顶级的进攻队伍 无论思维 习惯还是风格 剩下可早已转型为团队上单 以他作为长矛主打进攻 这有备于国电上场的稳健打法 因此两局都顺理成长了 被拖到后期并败下阵 难道一滴君 真的既不如人吗 真的 到此为止吗 慌什么 2比1的时候 所有朋友 同行 金主 都在向我抱怨 说什么 哎呀 EDG又无了 怎么办才好 一个两个云观众 什么是EDG 在你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 他们才会给你希望 而现在 正是时候 不说了 再喝杯水 累 怎么感觉有点凉凉的 生死边缘 无路可退 考验的是心态 其次才是杀招 拿到赛点的DK竟显王者傲慢 为了破解卢娜 不惜自损一切 应急静纳 还不乏强 难刀放难枪 烧操作 甚至选出格文加法条的 超级大后期阵容 如果说 击败对手的前提 是绝对的尊重 那DK 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中下同心 是国电煽动的 第二下翅膀 佛爷凭借两路线权 直接入侵敌方野区 别说下路这样的去 他怎么去了 天佑没到六级 根本不敢参与先锋团 而后在有大有散的情况下 遭遇贴脸杀 DK的二先锋团 未战先败 正所谓 弱小和无知 不是生存的障碍 傲慢才是 随着男枪哥出山 DK的败走 宛如喷射战匙 可汗的男枪 wiper的越南 许秀的球女 学弟的左一 双方都可以说拿出了不留遗憾阵容 DK心思尽献 就是要打费凯南 让电数没电 回电当然也了然于心 防守的十分坚决 F6不能放 胜强哥也不能放 Scott凭借更优秀的对线 只要有线权 就一定动身找巨谋位置 上半区的保护眼 更是从未断档 又正所谓 刀的争议不在杀 而在场 国电让圣强哥 很好地把凯南这把刀 藏了起来 近代出窍的一刻 正由于对上半区防守 足够坚决 不让DK越过和解 凯南逐渐被盘活 这时 第三下翅膀 已暗中抬起 但DK启动了B计划 说上半区是吗 行 我就从下半区找茬 于是 便出现了本场对决 最惊险的一波交锋 SKA这波操作堪称完美 闪现躲避女坛大招 折返越前躲开心得来 推球的同时 捡到女坛闪现 在闪现逃生 成功躲过一劫 躺着学弟阵亡 DK凭借炸弹的先锋 必拿中医塔 DK不仅节奏启动 左翼身后最重要的屏障 也会轰然倒塌 风波过后 双方进入了二三分钟的超长发育期 经济差不曾超过一千 上校更是给出了五五开的胜率 那为什么是五五开呢 因为接下来 要全体起列 随着蝴蝶三下翅膀的落下 LL新的风暴已经出现 伴随着一波又一波狂风落叶版的团战 DK一次又一次败下阵来 最终 EDG获得2021年度 英雄龙全球总决赛冠军 我们 是 哎哎哎哎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基地还没炸 基地还没炸 冠军 三 二 一 欢迎 无论 有 开性是开心了 但决赛最让我感到舒适呢 不是夺冠时刻 而是欣赏韩国解说们的工作 故随 activate 原來是對了 就有多了 你包 город енная面 你包總檔 Abby 但是我想像的 她是在鵝地再奧 秦极 爽 舒服 我已經很久沒那麼爽過了 對上一次這麼爽還是在 6个月前 央赛队比赛进行的报道 又红又爽 而且这么爽至少能维持10个月 爽上加爽 如果说爽一天是208万 那这里至少一个亿 爽 爽 和MSR的RNG一样 国定此次的冰岛之行 完美的就像一部电影 从不被看好到战胜新魔 从八强四强到决赛击败魔王 哦 原来断剑重铸之日 其实归来之时是这个意思 误了 我决定游戏之年 一定要去冰岛旅行一次 但DK应该就不太会想再去 说到DK 在决赛作为异地巨岁对手 我感到很幸运 因为他们的强大 就会让国定以最完整的姿态 证明自己 他们是魔王 却不是反派 赛场上的DK 是最无可挑剔的对手 西班后他们心态非常淡然 值得我们尊敬 安之若树 忍者无敌 相信他们下次还会卷土重来 至于皮肤选什么 有人说选打野皇子 每次EK的时候空中都会画出一个7 有人说上枪哥选男枪 但是轮的是卢仙的武器 同时回枪的时候会出现与可汗勾肩搭配的特效 多损啊 什么乱七八糟对 选什么英雄 不重要 重要是皮肤上市的那天 电竞型化报将送出冠军皮肤 10套 直在B站 而且还是最豪华的礼包 不是散装 够意思吧 官方都没有这么大方言公 股东们什么都不用做 赶等就行了 视频为正 言言为定 最后恭喜EDG 获得2021全球总决赛总冠军 GTE以后EDG成为了第二支大满关战队 MACO也成为了全满关选手 而且还是亚运会限定版哦 既然这么优秀 我酌情考虑下赛季 扫黑点果颠吧 非常感谢他们把荣耀带回奥飘 EDG牛皮 牛皮 在冰岛举办S赛这段时间 国内也发生了许多事情 四号天 伯仁登上了韩服第一 并且改名为 我想打比赛 而同一天 逸峰在微博发表小作文声援博人 还顺便释放了一下情绪 嗯 怎么那么巧 就同一天呢 不难看出逸峰破坊了 其实 作为博人的人生兼职的导师 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 小作文是话出理不出 在没有人用枪指他的头 打假赛的情况下 这句话是我加的 被逼加自首的年轻人 确实应该给予他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 那想打比赛的博人到底能不能再重新打比赛呢 当然能啊 我们也没说限制台一辈子是不是 像可变得多啥吐就很好啊 开放 进取 包容 大小赛事一应俱全 真假剧本 任君选择 既然博人的天赋这么高 相信他应该很快就能适应 为何 劣迹一人不能重返娱乐圈 为何吸毒歌手不能登台再唱董小姐 和我们给不给机会真的没有关系 而是这也是 会带领行业环境以及行业的未来 外向万劫不复的境地 真心想重回LPL吗 也不是不行 除非联盟想把LPL变成下一个 多手无意 下一个 就某一企业查询APP显示 安居电子经济俱乐部关联公司 上海静心乘风传媒有限公司 以及上饶式天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被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 需向原告支付服装加工费 和预期付款利息300余万元 上海进行的主营业务是 文化艺术活动交流与策划 所以这300多万的服装加工费就很有意思了 难道皇族要转型做炒牌了 也没见他们开仗啊 同辈执行的上老师天同文化 就是不给香锅发工资的那家公司 两家公司的总经理都是一位叫王总的人 市面总传安居献钱 俱乐部要卖 其实他们不仅不穷 还相当有名 上海说的150万包机只是 总投资3个亿战力面积40亩 还在建设当中的上老师电竞基地 只是他们家当当中的一部分而已 这么说吧 假如某天整个亚票倒闭了 我都不信皇族会卖 虽然肯定没有失锤 但又留相信安居中出了内鬼 并且老板白星被穿跪筒底不止一次了 这都是一言堂的弊端啊 下属对企业 缺乏归属感 每天只想着 怎么坑老板 那也好的啊 这件事情说明塑形一下内部吧 哦 这些把工资结了吧 怎么都是破事啊 聊点好吧 决赛前那一天意义非凡 杭州亚组委正式发布 2022年第19届杭州亚运会电子经济项目设置 虽然之前已经走路过风声 我们已经聊过了 但这次才是官方权威发布 趁中国春风 彭逊也于当天解禁了 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 英雄联盟决赛视频 三年了 你知道我这三年是怎么过的吗 比赛视频一直深买在F盘学习资料 还要压缩加密起来 生怕只要打开 就会有人来送外卖 回想比赛当天 听着与同和时宜的音频流直播 艰难地感受着比赛 每一个画面 我都还历历在目 因为是黑屏的嘛 什么鬼都看不到 亲身经历过那天的人 都是电竞事业伟大胜利的见证者 所以现在我不仅要在家里 24小时不经的循环播放 我还要逢年过节的时候 带去亲戚家里 作为才艺表演展示给他们 甚至朋友结婚的时候 准备把比赛视频的U盘 塞进红包里 当作分子水给他们 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中国都有多牛逼 牛逼 这对于人类体育历史的长孩来说 可能半步都算不上 但对于中国电竞来说 却是扎扎实实的一大步 原来我们的话术定义电竞入压就是 起到了四番引领 扩大了亚运宣传 促进了产业融合 大家说 让中国电竞的发展更无望无利 10月5日这天 值得被铭记 快讯时间 国产电视剧三体公开全球首发预告 又是三体 没错 不是动画 不是电影 也不是网费版 就是国产电视剧 影片讲述三体事件的起源 汪淼 史强者能坚定信念 带领大家准备的在今后 与即将入侵的三体人展开抗争的故事 也就是三体一的主要内容啦 导演是谁 不重要 演员有谁 没关系 重点是剧集已经拍摄完成 并且被固化成二四节中篇幅度 预计明年放送 嗯 丢了震撼程度 不要与三体人入侵了数一次 我可以在这待一辈子 人类已经处在一片无法自救的火海之中 晚年 是变了这把烈火的人 消灭人类暴政 世界处于暂停 现在一堆人 只看了预告片就说这部剧指定不行 电视剧的质量行不行 不是看预告片而是看预算的 讲错了 是看导演的功力和过往作品 嗯 也不对 主要是看制片人能力在哪个等级的 算了 三体人赶紧来毁灭吧 累了 本月三日 网易突然遭遇游戏服务器集体崩溃 阴阳师 逆水寒 永结物件 哈利波特等游戏 均无法正常进入 官方称 机房崩溃的主要原因是温度过高 结果抢修后也恢复正常 确实 已经失业了 我们这里还是剩下 真实原因哪有那么简单呢 那你们看 阴阳师 RPG手游 逆水寒 MMORPG 永结物件 生存格斗 哈利波特 卡牌策略 其他类型游戏 更是数不胜数 在我国 能与网易重产品抗衡的 只有一款游戏 所以机房崩溃 一定是米亥要干的 说到游戏厂家 我想到这期的日常还没做完呢 动视暴雪宣布 守望二合暗黑市两款游戏将延期推出 官方表示延期的原因 是新领导团队磨合需要更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很高兴地宣布 距离守望先锋 2077的发售 仅剩56年的时间 看吧 我说什么来着 就很奇怪 本来就没有确定日期 那何来延期一说呢 严格来说 就算拖到倒闭后再发售 其实也不算延期的 哎 走不出买某走咯 何必难为自己呢 把IP卖给电影或动画公司也很赚钱咯 再不是卖给披战 让大家穷打屁股 变成打屁股 据韩媒报导 拳头表示将与SPS电视台 共同制作电竞选秀节目 LL的NEXT 2021 其实在未与拳头合作前 这档节目就已非常成功 相继选拔出Owner、ProDoor、宙斯等潜力新人 而今天冠军选手将获得一亿韩元 以及参加视讯的奖励 国内的制作人们 你们的商机来了 既能玩选秀 还能蹭电竞 可以说是元年之后 放电竞娱乐圈最优质的项目了 所以赶紧把版权买下来 本土画一个山寨版 随便卖爆 不过按照内娱的尿性 我已经能想象到这个节目 以后变成什么掉样了 各位裁判老师 解说老师 制作人老师好 这里是成年之后练习时长两周半的个人练习生 小皇帝 嘿呦 这里是GF小皇帝 AK小谷皇帝 Chin-Chin I have a win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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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the king 对对对 看我的看我的看我的 B-B-SHA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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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什么动画双城之战已经上线了 不知道大家都看了没有呢 还没看的观众赶紧去瞄一眼 以便我们下期能肆无忌惮地开启强力统筹模式 隔日 联盟官方放出了与著名歌手陈奕迅合作的 英雄龙动画中文主题曲《孤勇者》 当世界级IP遇上K歌之王 悠扬动听的旋律搭配寓意深刻的歌词 这才叫官宣新歌 这才叫完美出圈 这才叫顶级合作嘛 联盟终于觉悟了我们一下下 那就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完美地结束这期节目吧 如果你觉得节目做的还不错 希望可以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亲爱的朋友可以点关注哦 谢谢大家 最新的电信文 最秀的赛事吐槽 这次电竞新货报 我们下期再见 没错 世界赛结束了 但属于我们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毕竟生活还要继续嘛 要生活就需要生活用品了 买生活用品 当然双十一最划算了 双十一肯定是来拼多多了 拼多多百亿补贴双十一活动开始了 没有定金满捡 无需盖楼喂猫 不设套路 无畏比较 海量大牌爆品年度狂补 现在不买啊 会回年哦 现在打开拼多多 搜索60066 或直接点击视频上方链接点击进入 这可值得百亿补贴的活动页面 下拉看到清选类别 就能找到小黄哥各种同款产品了 点击手机类别 就连最新款的iPhone 13都有了 256就于官网原价6799 却后价只需6299 整整便宜了500块 而我最爱的游戏本 就是终极骨折 原价1万多的品牌游戏本 官方直接补贴3400元 仅需8599 对比京冬天猫淘宝的全网低价 就问你服不服 那除此之外 十一大处的商品 覆盖数码 美妆 生鲜 服装等多个品类 茅台 乐高 雅士兰黛 海兰之米等核心爆款 都会大降价 百亿补贴商品 承诺假衣赔食 还有品质显双重保障 买啥都便宜 用啥都放心 今年大处不花钱 省钱只让 的舒适体验 拼多多搜索 60066 敬请选购大宝贝吧